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不屑逼逼呢 想讲一下 我一般外出旅游的话 会带些什么样的器材 还有一些配件 那因为最近要出去玩嘛 所以说正好在整理东西 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首先是一个主力的拍摄机 我选择的是HR3这台机器 搭载的是16到35毫米 还2.8G Master这个镜头 那为什么选择这套组合呢 因为就我之前外出旅游的经验 我会发现很多景区啊 它的那个风景环境和建筑啊 都比较的宽广 比较的大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把它们 全部给拍摄下来的话 就需要一个超广角的镜头 而且我又经常去拍摄 带环境的人像 使用超广角镜头呢 可以很好的 在把人物拍摄下来的同时呢 也收到比较完整的背景 拍摄游客照非常的方便啊 选择HR3呢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是它比较轻便 相比于其他的 这个全画幅的相机来说 微单的相机还是轻上几百克 如果你是一般的拍摄活动的话 你可能并不会觉得 这几百克会重很多 但是我们外出旅游的话 通常都会在外面跑什么一天 所以说这个器材 如果你真的出去玩过的话 会发现这个器材轻几百克 那扛上一天 真的是会省非常非常多的力气 因为有时候 其实这个夜间的活动呢 会很有意思 那么如果你背了这个器材 非常的重 你连路都不想走的话 会让一天的后半段的拍摄呢 非常的难熬啊 当然轻便是它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HR3这台机器呢 我之前也做过节目啊 说过它这个操控啊 性能啊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在获得轻便的同时呢 又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性能和操控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旅游用机 当然它提供的这个4200万像素呢 也可以非常好的 帮你记录很多的画面细节 那因为我们一般是拍摄超广角嘛 这个你的像素越多 能够记录的信息也就越多 你如果想要后期剪裁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1635G Master这个镜头呢 虽然它是一个F2.8的超广角的镜头 但是呢 它从重量上来说 并没有比1635F4那个菜丝镜头重很多 大概重100多克吧 然后呢 我们外出理由不光是拍摄照片啊 也会拍摄一些视频 A723这台相机呢 我之前的节目也讲过 它的全画幅模式下的视频功能和画质呢 已经能够达到可用的水平了 不像A723 所以说使用全画幅模式来拍摄视频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同时呢 因为它机身带五周防抖 所以说你在手持跟拍的情况下呢 它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帮你稳定画面 虽然说它的这个画面的效果 并没有100%非常的好 但是我觉得可以接受 你在后期剪辑的过程当中呢 也可以使用一些软件的电子稳定 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 同时呢 因为1635这个也是一个超广角的镜头嘛 所以说你在跟拍的时候呢 你可以离得比较近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又可以拍摄到很广的画面 如果你看过一些up主 或者是YouTube上的一些YouTuber 他们做vlog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使用超广角 因为你只要手伸出去 这样的一个手臂的距离 就可以很好地把自己 还有周围的环境拍下来 所以说这套组合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拍视频的组合 HR3当然大家都知道它有islog 对吧 也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些后期视频处理的话 也非常的不错 包括在侧面这边有麦克风接口 耳机监听接口 对吧 如果你想要接外置麦克风 都非常的不错 同时呢 它的这个电池的容量也很大 基本上一天的拍摄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说这套组合呢 可以看得出来 又是一个大光圈 又是一个超广角又有非常好的性能 又有非常好的画质 又有非常好的操控 同时呢 它整体又很轻便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这样一套组合呢 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外出旅游 带照片拍摄 带视频拍摄的一套组合 所以说这套组合 是我一个主力的机器选择 当然我们的外出旅游 不光是要拍风景呢 也肯定也会拍一些人嘛 那所以说我的这个背机选择呢 是索尼的A9和50毫米F1.4菜丝这个镜头 首先是A9大家都知道 其实虽然说先出来 但是它跟A7R3是基本上一样的 就是机身上这个操控呢 基本上一样 所以说当我来回切换 使用这两台相机的时候 它的使用的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说不会出现 换到另一台相机以后 发现这个 你还要转换自己的这个使用思路 这是选择它一个背机的 很重要的一方面 选择这个50毫米F1.4 个菜丝的镜头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啊 我发现外出旅游拍摄人像的话 50毫米应该是正好的 既不像85毫米那么长 因为85毫米就是拍一个人像嘛 但是我们经常外出旅游的时候呢 不光是要把人像拍出来 因为你把毕竟全部虚化以后呢 就不知道你是在这个地方旅游了 对吧 所以说也不需要那么长的镜头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50毫米呢 它既不长 也不像85毫米那样 需要比较大的这个空间 因为很多情况下呢 你在拍摄的时候 这个现场环境没有那么多的空间 允许你来前后的走动 比如说在一些船上啊 或者是在一些室内啊之类的 那又不像这个35毫米 或者是28毫米啊 我个人不太喜欢 那么比较广的焦距 那么稍微广的焦距 它所产生的这个变形 虽然说这个变形的话 可以在比较狭窄的空间里 让你记录环境 也可以让你比如说 利用这个变形把人拍摄拍美 但是呢 我发现大多数情况下 或者是我 以我个人的这个拍摄使用的习惯来说 50毫米应该是正好的 当然这个选择呢 只是我个人的一个选择 你们如果是外出旅游的话 肯定是要寻找你们 平时最爱用的一个焦段 我个人觉得是 这个焦段是比较合适拍人像 那么它的光圈呢 是F1.4 这个镜头我觉得 其实还是有点大 有点重的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其实如果愿意带的话 我更喜欢去带 55毫米F1.8 猜思那个镜头 但是那个镜头 已经被我卖掉了 所以说我现在 只有这颗镜头 那没有办法 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下呢 我基本上只会使用 这两台相机和这两个镜头 因为你在外面 换镜头非常的麻烦 所以说准备两个机器呢 在外面也不用频繁地更换镜头 所以说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就是我 这么几次外出旅游 所总结下来 感觉最适合我的 这样一套组合 其实呢 我也准备带上这个GH5 一块去的 想做一期这个 GH5外出旅游的节目 所以说管我们的赞助商 无忧相机租赁 OKRent 借了一台GH5 挂的这个是超广角的镜头 这个是松下的7到14毫米 F4恒定光圈的镜头 其实它的这个目的 跟我们刚刚的 HR3挂1635的镜头 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它是超广角 非常适合拍摄视频 因为它的角度比较广 所以说就不太担心 它拍不下来东西 这是这套组合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不过呢 因为它G7-5的这个内部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五周防抖非常的好 所以说它在拍视频的情况下呢 其实它能够提供 远远比HR3更好的 这个视频稳定的画质 因为你在外出旅游的时候 你不太可能去 调半天上一个稳定器 再弄一个斯大尼康 不太可能 对吧 所以说使用这种 非常好的 但内置的五周防抖的相机呢 你只需要单击 使用这台相机呢 就可以获得一个 非常稳定的 旅游的视频的画面 那因为外出旅游呢 光带一个超广角 肯定是不够用的 有时候要拍摄一些人像 所以说呢 我又准备多带 三颗这样的镜头 大家都知道 这个M43画幅的相机 它的这个镜头 都比较小巧啊 因为它画幅不是很大 所以说不需要那么大的相场 那么这三颗镜头呢 分别是12到35F2.8 所谓的M43画幅的 这个大三元的镜头 那么这颗镜头呢 它提供一个等效 24毫米到70毫米的焦点 所以说 所以说它非常适合拍摄 几乎任何情况 假如说不需要 7毫米这么广的广角的话 那我可能会挂上这颗镜头 那不管是 你需要一个24毫米的广角 做一些跟拍 或者是转换到50毫米 或者70毫米拍摄一些人像 或者是24毫米 拍摄一些稍微广角的人像 都是非常合适的 而且这个镜头在 光圈全开F2.8的情况下 画质非常的好 我非常的满意 所以说 我觉得这颗镜头 应该是能够用得上的 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呢 这个更换镜头比较麻烦 所以说 带上这样一颗 能够变焦的大光圈的镜头 非常的有用 其次呢 是这个松下莱卡的 这个15毫米F1.7 那它是一个广角啊 等下全画幅30毫米 因为它的这个角度比较广啊 也可以拍摄一些 跟拍 或者是环境人像 都非常的方便 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F1.7的光圈 所以说 在一些光线比较暗的室内 或者夜景的情况下 都非常的不错 虽然说它没有光学防抖 但是J15呢 它是有这个五轴的SIMOS防抖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问题 使用比较低的快门也OK 那么这个25毫米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用不太上 但是呢 如果你需要一个 五毫米的焦段的话 同时是一个 大光圈的情况下的话 但是这个镜头 也没有什么坏处 因为这个镜头很轻 而且体积也很小 所以说 我个人觉得 多它一个多 少它一个不少 对吧 就是有备无患吧 所以说 带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套组合呢 应该是 除了使用索尼的机器的情况下 我会使用的一套组合 我感觉这套组合呢 很轻便 可以提供很好的视频的画质 也可以提供很灵活的焦段组合 所以说这是第二套机器 有相机 肯定得有电池 对吧 因为索尼的相机 A9和A7R3呢 使用的是完全相同的电池 所以说 这样的话 即便是你互换电池使用的话 也非常的方便 那么 除了机身上 带了两块电池呢 我又多带了两块电池 那么有备无患 虽然说我觉得 以这个电池的容量 和平时的我 使用的感觉啊 我觉得 一块电池拍摄一天 应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有备无患吧 带上两块电池 用的时候也可以用到 因为我只带一台J15 作为一个主力机 所以说 还是比较费电的 所以说我又多带了 三块电池来 增加这个续航 因为这次出游呢 有些时候呢 会玩水 那比如说在游艇上 比如说在海滩边呢 有时候我们会 下到水里面 潜水 或者是海底漫步 这些 所以说 刚刚那些相机呢 虽然说他们防尘防低 但是他们 没有办法进到水里面 所以说 为了拍摄这个水下的画面 或者是在一些 比较差的天气下 出去玩 也能够拍摄的画面的话 我会带上这样一台 这个GoPro 这台相机呢 我之前也做节目 说过很多次了 因为它是一个全防水的 所以说 在恶劣的情况下 拍视频啊 拍照片啊 都可以 虽然说 它的这个里面的 这个画幅不大 但是呢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 都是在户外使用 在白天的情况下使用 所以说 我个人觉得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你能够拍到一些 水下的画面 你能够拍到 这个雨天下的画面 总比你拍不到 强很多 对吧 但即便它画质再差 它也是一个 我感觉也是一个 非常有必要带的东西 同时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机身 就比较小巧 其实非常的轻 你多带一个 也没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在这些情况下 帮你拍摄一些画面很好 它这个画质啊 包括这个防抖的性能啊 我个人觉得都很好 所以说 为什么我没有决定 带我的那个索尼X3000 那么这台相机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赞助商 我们金主 唯一共享相机提供的 所以说 我觉得还是 很有必要带一颗的 同样呢 电池呢 也要多带几块 因为这个GoPro呢 还是比较费电的 所以说 多带几块 以防万一 会拍着拍着没电 当然呢 为了给各位拍节目呢 我肯定还是会带上 我这个GoPro Session 不是使用这样一个头戴 那有这样的一个装置 它就带在头上呢 就可以拍摄一个 第一人称的画面 GoPro Session 我也是会带的 当然它也是一个全方水 即便是不是为了 给大家拍节目 使用Session也是很方便的 跟GoPro 6一样 当然有了电池 我们就必须要充电 所以说我们肯定要带充电器 但是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 索尼的这个相机啊 它的这个USB口 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是写了CHG Charge 不知道大家能看清吗 这边有个CHG Charge 也就是说 你使用这个USB口 就可以直接的 往你的电池里面进行充电 所以说 你就可以不用带一个 体积这么大的充电器了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东西还是蛮占空间的 不过呢 因为J15它的机器 不支持USB充电 所以说你还是要 带J15的这个充电器 因为我有两块电池嘛 所以说带一个原厂的 带一个这个副厂的充电器 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的话 一晚上至少可以充两块 当然我们这个GoPro 也是有充电器的 是这样的一个多口的充电器 一晚上就可以充三块电池 那说到充电呢 我们肯定是要有 这个拖线板了 那我选择的这个拖线板呢 是小米的这个 带USB口的拖线板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 这个充电的设施呢 都是使用USB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 比如说我们的充电宝 比如说 包括索尼的相机 对吧 你都使用这个USB口充电 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它提供的这个 交流电的这个插座呢 只有三个 所以说其实 如果你有很多设备来充的话 这三个交流电的设备 是不够的 直接使用USB充电 是最快的 最简单最方便的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设备 都是使用USB口充电嘛 这三个插座肯定是不够 所以说为了多增加 几个USB插口呢 我会带上这样一个 小米的USB的插座 那它就是一个 两口的插座 然后插上去以后 它就会多出四个口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基本上是可以处理掉 所有的充电的接口 比如说 一个手机 一个充电宝 一个GoPro的 两台索尼的相机 然后比如说 手表 Apple Watch 其他的一些东西 对吧 就是很方便的 有一个地方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假如说我们去的 有些国家 它这个电源不是220伏的 我们国家是220伏的 有些地方是110伏的 比如说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或者是日本 对吧 假如说使用小米的拖线板 大家记住一个问题 就是首先 我们这个接口可能不一样 大家去 在那些国家的时候 你需要带一个Adapter 转接器 转换器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插头插上去了 但是有个问题是 因为它不是一个变压器 所以说 这三个口出来的电压 是110伏的 是不能够直接插你的电器的 但是这三个USB口 它是可以自动转换成5伏输出的 所以说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好在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看到小米的USB充电器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放大一点 它上面写了一个输入10到240伏 也就是说当我把这个插到这个电源上的时候 假如说这个接口是接了一个110伏的电源 但是这样使用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它是支持110伏的输入的 出出的时候也是5伏的电压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脑的这个充电器 大家如果看的话也可以看到 输入100到240伏 其实它我们使用电脑的话 也是可以直接插上去 因为它是全电压的 直接插上去 然后这边连上电脑的话就正常使用 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只要注意一下 就是接到这个插座上的一些电源 它是不是一个全电压 支持全电压的规格 如果是不支持全电压的规格的话 那么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包括我们的这个J15的第三方的充电器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输入100到240伏 官方的这个J15的充电器 你也可以看到 它这边写的输入110伏到240伏 所以说这些都是可以直接插到这个插座上面使用的 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有插座的肯定是要有线了 这个线我之前也讲过 LG的这个所谓的伟格线 很便宜 都买几根背着没关系 但是我发现它这个质量还是有点差 现在这个已经 这个皮子已经掉了 但是无所谓了 反正就是充个电了 当然我们这个充电宝 我带的是这个小米的20000毫安的充电宝 它主要是有两个USB口 有些时候我们出去玩 那两个人的手机可能都没有电的话 就两个USB口会比较方便一些 同时它这个容量也比较大 所以说一整天的活动 用它来续航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假如说你需要5号电池的话 这个也在我之前的节目出现过 这是一个小米的5号电池的套装 它不光是一个 可以当做一个电池盒来使用 上面有个开关 另外USB这边拨的话 它就是可以使用这4颗电池来 当做一个充电宝 从这个USB口输出电量 或者是搬到左边 它就是相当于变成一个充电模式 那这时候你再使用 我刚刚这个充电线的话就可以 很简单的就把这4颗电池给充上电 那么5号电池的话 一般来说用在闪光灯上面 但是我这会带的话 主要是给银闪器用 那说到闪光灯 为什么要带闪光灯 是因为其实有些时候 这个光线环境还是比较强烈的 那么如果你逆光进行拍摄的时候 需要一些补光的方式 我个人觉得使用闪光灯来说 它应该是体积最小 最方便的一种方式 因为这个闪光灯一瞬间 它可以发出非常亮的光线 在近距离的情况下 基本上可以干得过太阳 所以说假如说你需要一个 逆光的补光的话 你只需要手持这个闪光灯 同时使用这个银闪器 来作为发射员放在相机上面 就可以在很大的太阳的情况下 把人物的正面曝光正常 虽然说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光线比较硬的情况出现 但是我们外出旅游 就不要要求那么高了 所以说戴上这样一个闪光灯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关键时刻 你需要进行补光的时候 还是能够用得上 当然如果你不会用闪光灯的话 也是可以带一个 像我这样的一个反光板 这个反光板很小 你可以看到大概就是一个手掌的大小 那么展开以后 大概也就是50厘米左右 这样一个直径 那么它这边是一个银面 然后这边是黑面 然后它这里面是可以打开的 那么打开以后 这边是可以翻着出来的 这边是金面 然后这边是一个白面 然后中间的话 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透光板 或者是柔光板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话是一个五合一的 很小巧的板子 假如说你不想使用闪光灯的话 使用这样的一个反光板 或者是柔光板 来进行一些补光也很不错 因为假如说光线比较强烈的情况下 如果你闪光灯时代怼不过 那你就用反光板来反光 也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说它的面积很小 大概只能够刚好地 把这个人的面部给照亮 但是我觉得够了 你在外面拍摄的时候 不就是为了把人脸给拍清楚吗 所以说我觉得够了 它体积也比较小也比较轻 所以说你在单手手持相机拍摄的时候 这个手来手持反光板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为什么我之前说 这个相机的重量轻便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单反 然后你再单手去手持 可能就不太容易操作 而且它收叠起来以后 体积比较小 所以说它很容易就可以放到 我的那个相机包里面 我感觉这个尺寸 应该来说是 你能够在获得便携性的同时 反光或者柔光面积 最大的一个尺寸 其他的 比如说带一个像这样的 很小巧的三脚架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三脚架 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我们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 都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在行走的过程 所以说让你定到那的机会很少 但是假如说你想要拍摄一些岩石 或者是拍摄一些夜景 星空 你还是需要有一个东西 可以支撑起你的相机 并且提供一定的角度的 所以像这种 比较轻比较小的三脚架 它一个是可以很好的 比如在一个桌面上 它可以定到那个地方 还是比较稳定 同时在拧上相机以后 它可以提供一个角度 比如说你想拍摄天空 夜空之类的都非常的方便 我个人觉得外出旅游 带一个很大的三脚架 没有什么必要 所以说带上这样一个三脚架 也是有备无望 当然外出拍视频的话 因为相机本身的 这个收声的功能比较差 话筒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们一般是要带外置麦克风 那么我这回会带两个 一个是这个RAW的VideoMicro 一个是我们的TESCAM的麦克风 是他们送给我 想做个测试 那个型号是TM2X 这两个麦克风 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不需要供电 你可以看到它是没有电池的 所以说很轻 你这边的话 直接插到相机上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这边也是 不需要供电 虽然说他们的 时音的效果 肯定是不太可能 跟有电源支持的麦克风好的 但是它肯定是要比 机内的麦克风要和很多了 假如说你做一个跟拍的话 想要采集声音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枪式的麦克风 或者机顶麦克风 都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你没有电池 所以说你也不需要担心 它什么时候没电 直接插上就用 而且它比较轻 所以说其实在你 手持相机的时候 不会增加多少重量 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个人测试下来 觉得这两个麦克风的音频 都还很不错 就是如果拍摄 这个面前的人物 使用超广角 跟拍的话 这个收声的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说就带了这两个麦克风 外面这个外出旅游 风沙雨雪的 对吧 很可能那个相机 或者是镜头上 会沾一些灰尘 所以说带一些这种 清洁套装 是非常有必要的 虽然说可能不是说 带这种清洁CMOS 或者是要清洁 很干净的那种东西 但是基本的一些 除尘的东西 你肯定是要带上 以防万一嘛 比如说这个气吹 一个很小的气吹 如果有些灰尘的话 用这个气吹也不错 比如说刷子 刷子刷着灰 有必要带上 还有些棉签 假如说一些 比较边角的地方 需要清理的话 棉签也很重要 就带了两拍 当然还有镜头布 镜头纸巾 菜丝的 这个是微高的吧 光学石巾 就是说 假如说你镜头脏了的话 如果你需要紧急的去进行清理的话 比如说沾上这个手上的指纹 沾上油渍了 它肯定是影响你的拍摄的画质 所以说专门使用这种 专门清洁镜片的湿巾 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它很方便 你撕开就可以用了 还不用带什么镜头清洁液 还带这个那个 清洁起来不方便 这样的清洁湿巾是非常好的 说了那么多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不能忘了 就是SD卡 你可以看到 我这是一个SD卡的盒子 之前的节目也出现过 那么打开以后 就是有很多SD卡 其实外出拍摄的时候 用不到这么多的SD卡 但是我们以防万一 比如说你的卡突然坏掉了 你得有一个备用的卡 来可以紧急的顶上来 或者是你假如说 不想删你的照片 想要备份一份到硬盘上 然后再使用新的卡 避免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拍摄的东西 忘了挡到电脑里了 结果我第二天使用 是我格式化了 结果前面一天 拍摄的东西全都没有了 也是可以 多带几张这个SD卡 反正是你有几张带几张 我觉得因为我之前碰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SD卡 因为拍很多张 SD卡不够用 是很尴尬的情况 只能就省着去用 我不太想想起非常痛苦的回忆 SD卡下面 是我们的MicroSD卡 就是TF卡 那么这些TF卡 就是给运动相机用的 比如说128G的卡 就是给我们GoPro Session用 64G的U3的卡 是给GoPro K6拍4K用 还有像这种Toshiba的64G卡 它是可以插在卡套上 就相当于有一个两种的使用方式 那么你既可以给运动相机用 又可以给相机用 之所以带卡套 是因为假如我们想导到电脑里面 因为我带的笔记本 就是MacBook 它只有SD卡的插槽 没有TF卡的插槽 所以说你带一个这样的Adapter 转换器的话 你就可以把TF卡的内容 也导到电脑上 你不用再去带一个读卡器 我觉得带个读卡器很麻烦 所以带上一个卡套 还是很有用 当然外出旅游的话 只是在地面上拍摄 已经不太新鲜了 所以说我们外出旅游的话 可以带上像这种 可以飞在天上的相机 我这回出去带的话 就是Mavic 这个Mavic机身真的是非常的便携 收起来以后 它这个体积非常的小巧 所以说你带起来很方便 而且它一块电池 是可以飞27分钟 25分钟左右 那么你再多带两块电池 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其实航拍的话 也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需要你去航拍 所以说我觉得三块电池拍摄一天 应该是完全没问题了 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controller remote controller 以及我们充电的这个电池管家 对吧 你可以看到 只要一个充电器 就可以带一根线 这边是充controller的 充这个控制器的 这边电池管家 可以同时充四块电池 但是我们只有三块 所以说它整个体积还是非常小小 非常便携的 画质也是非常不错 而且能拍4K 我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均衡的一个航拍的器材 电脑我带的是我的一个 跟我很多年的笔记本 MacBook Pro 这个是一三年款 局限的已经四年了 但是我个人使用下来觉得性能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其实我也有最新的MacBook Pro 我觉得它这个性能跟这个区别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为什么要带这台笔记本呢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那个接口 可以看到这边有USB接口 和这个display port口 包括这边也有这个SD卡的插槽 HDMI和这个另外一个USB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最新的这个MacBook Pro 都是USB Type-C的接口 那个接口 你还要再带一个转接器 没有必要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 直接在这个机身上 有这样的接口用起来很方便 包括因为我要导视频 我要导这个SD卡的数据 它有这个SD卡的reader 直接就在这上面 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的读取的性能也非常不错 然后比如说这个USB扣 我是可以直接插鼠标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鼠标 在外面处理图片 所以说还要带一个鼠标 当然这个鼠标是已经 也是用了很长时间了 是一个Siri的 暗黑破碍尘主题的这个roll 叫什么roll 反正不管了 我反正就是一个Siri的 一个很正常形状的鼠标吧 我的鼠标基本上都是Siri的 我觉得这个Siri的鼠标用起来很舒服 而且它主要是我觉得 它的中间那个中间 它是非常的好用 不像逻辑的中间 就是个贴片微动 我更喜欢这种 这个点按的微动 手感比较好一些 当然也会带一个鼠标垫 鼠标垫 我比较喜欢在鼠标垫上用鼠标 还有这个充电器 基本上这个设备 不用带别的东西 当然你要存数据 肯定还是有一些外置的存储 比如说我带的这个 细节的这个移动硬盘 它大概是4T的 所以说基本上 什么都能存下来 所以说还蛮方便 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 就是我外出旅游拍摄会带的东西 我觉得就以我个人的使用习惯 可以应付绝大部分的情况 99%的情况 都可以处理掉 因为出去旅游主要是拍风景和拍人 所以说也不需要带一些非常大 非常重的镜头 出去玩就是开开心心 轻装上阵 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可以了 别的也没什么 反正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出去的话会带些什么样的器材 所以说我基本上带的东西 都是很轻便的 非常有必要的 别的组合替代不了的东西 不太会带那些 根本不太会用得上 或者用的机会很小的 或者是用的这个东西 回报率也不高 也拍不上什么好东西的这些物品 我觉得那个东西 除了让你的背包更加沉重以外 没有别的作用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 拜拜